据北京日报报道,七国集团峰会,即将于5月19日至21日,在日本广岛召开。日本是今年G7的东道主。峰会召开前夕,G7方面对外放风,称在峰会上将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。 对于G7这一蛮横无礼的要求,中方予以了反击、驳斥。马上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,同时又搜罗了印度等好事国家,峰会变峰会。中西两边,擦擦碰碰,彻底进入了各说各话的政治隔离状态。 经济上搞不定,闲着这些政客们还能干吗?中国举个盾牌挡一挡,不耽误赶路。顺便在盾牌后还递出几刀子。既然要对抗,那么大家谁也别闲着。 这个态势,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。在答记者问表达的在明白不过。现在态势明确阵营清楚。西方是西方,中国是中国,太平洋和大西洋。 这么大俩尿糊,也尿不到一起去。西方认为中国向西方臣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不需讨论。中国认为,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是各国的天赋权利。也不可剥夺。相比于经济上的犬牙交错难舍难分。政治上外交上,两大阵营的冷战形态建成。水火之势兼容不了了。向来含蓄微笑的中国,已经一点都不藏着了。 相比于经济上的各种暗度陈仓边干边说。政治上、军事上、文化上。中国硬邦邦已经表现出战狼之势。食指抓地,肩如磐石,身子连晃都不晃一下。汪文斌的反击非常直线和暴露。摆明了是在摊牌硬上了。 相比较前些年的含蓄隐蔽能放且放。现在的中国外交表达,并不客气。面对强盗,就是撸起袖子刺开牙。你要战,就来战。刺开牙,是双方都能简单理解的表情了。 第一,汪文斌明确表达到底什么是国际规则。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的。以联合国宪章宗旨,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。才是各国都应当遵守的国际规则。 在沟通对话中,名词是最容易产生起义的。国际规则很明显,是个各说各话的超级模糊名词。各位注意,汪文斌最近发言的物理音量明显升高。这代表着中国外交的怒气值渐渐拉满。汪文斌说的是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那个规则。而不是这个七国团伙内定的国际规则。公认和内定,地球村可不是G7的家族企业。 第二,七国集团干嘛要撇开联合国?七国集团很少提联合国宪章,却总把民主国家,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。说穿了,G7所说的国际规则。就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的西方规则。就是美国第一,G7主导的小圈子规则。这样的规则服务的是G7等少数国家的既得利益,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。 所以七国嘴巴上说着国际规则,手上折腾的是自私自利的既得利益。七国干嘛傻不愣登去提联合国,强盗窝子里面开会。居然会不断重复怎么做慈善救助穷人。像什么呢? 所以这一轮又一轮的七国密谋,实际上是不断强化了强权的发达国家。对全球霸权的绝对控制。坏人变得更坏,还坏得心安里得大张旗鼓。彻底撇开联合国,或者用强权手段控制联合国。 这本来就是七国集团想干的事。第三,被告变法官。 G7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,但自身恰恰是违反国际规则,破坏规则的代表。 美国近年来连续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巴黎协定等17个国际组织或协定。在全球大搞无差别窃听窃密。连G7盟友也不放过。 肆意挥舞外交施压、经济胁迫、军事干涉大棒。悍然侵略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等弱小国家。造成数千万无辜平民丧生或沦为难民。 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,美国应当站在被告席上,而不是对别国指手画脚。提示一下,汪文斌话里带着刀子。 G7那些奴才其实也被主子监听着。就问你咋想。在美国眼里,地球上原本都应该是些低眉顺眼的良民。 而在中国复兴之前,这种美国第一G7主导的体系,是实际的运行规则,绝大多数国家不同意。 但没多少有能力反抗,能反抗的都被灭了。中国的复兴让真正的联合国宪章宗旨下的,国际规则浮出水面,摇摇摆摆摆,还不沉了。 这就直接正面破坏了美帝国的霸权规则。如果承认真正的国际规则,那么美帝国必然要站到被告席上。 于是恼羞成怒的美国,撕设了公堂。七个自封的法官齐展展做一排,要强行让中国坐在被告席上。天下苦美久矣。 但在美帝国的铁腕霸权下,大多数反抗的国家被吃得渣都不剩。现在,美帝国把幼儿园级别的反抗者都持光吞进了。 G7张着血盆大嘴来到了中国面前。这次峰会对口安排的罪名是破坏国际规则。当然其他时间、其他地点、其他会议,就会有其他罪名。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,中国的一切所作所为。等同于把美帝国强行按在了被告席上。这个横行无忌了百多年的老牌帝国。要带着奴才们跟中国决一死战,意料之中。 第四,G7自己先来擦屁股。我们敦促美日等这些国家。先把拖欠多年的联合国会费补上。撤出在叙利亚的非法驻军。停止强退和污染水排海计划。停止挑动分裂和对抗。停止打着国际规则的旗号。服务自身的霸权地位和一己私利。 汪文斌的这一套毫不掩饰毫无情面的控诉。当面指着鼻子开扁。在中国韬光养晦多年的外交史上。 中国确实从不这样讲话。自2022年3月,地点在安克雷奇。 中国冲冠一怒不吃这一套后。中国外交就不再也无法保持低调。 美帝国率领的西方猪魔。突然就发现了身后,敲眉声地跟上了一个庞然大雾。整个西方真真切切,感受到了吸血鬼生涯的终结。 汪文斌敦促记其门要做的事。是拿着小刀,这刀尖全戳在西方霸权的罩门上。 中国外交以前是忍辱负重闷头赶路。现在已经脚下不停手上反击。 不只是自个不吃这一套。还得让颇大便过来的那些位,把屎吞回去。 由于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。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大。中国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助力。 中国其实已经站稳脚跟防守反击了。局面自2022年开始。已经是敌我犬牙交错贴身肉搏了。 跟俄罗斯与全球经济,尤其是西方经济基本脱钩不同。 中国的经济与全球经济,包括西方经济死死抱在一起。 无论政治、军事、文化和外交领域发生了任何事情。 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入全球经济的中国。并没有任何脱钩风险。 从全球中把中国抠出去。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 中国反击了,矛头对的是G7。实际上无论G7还是西方,都只有一个头头。 只要美国死心塌地要弄死中国。那么中国早早晚晚都要陷入西方的包围圈中。 指,G7现在日泊西山。已经远远不能完成对东方大国的包围。 这感觉有点像美国,在中国海江周边的第一岛链。 看起来天衣无缝气势汹汹。 其实漏洞百出若不禁风,中国的航母或者大驱。 轻轻松松在岛链内外穿进穿出毫无障碍。 现在的G7,雷声大雨点蜜。 奈何中国在雨中穿行,撑拔伞或者穿个雨衣。 本也是片也不沾身。 G7无厘头的要中国无条件遵守国际规则。 仔细一看,不过是拉屎钻拳头,自个吓唬自个。 现在的中国在国际影响力方面,已经拥有了不俗的实力。 虽然尚不能与西方的舆论霸权相提并论。 但西方想要只手遮天颠倒是非黑白。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中国已经能够发出独立的、强大的声音。 观察发现,此次G7峰会除了七国集团国家外,主办方还邀请了印度、澳大利亚、韩国。 这样一来,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主要盟友和伙伴,基本上算是齐聚一堂了。 G7峰会上,恐怕还会发出其他针对中国的声音,来为美国政治服务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